跳得好 跳笔后没给你 没有笔后 最后一下老师都给你甩出去 转 手势领会就不错 就是说你一身少人知道干啥 是不是 来吧 接下来再看看女嘉宾生活什么样子 19825号 谢玉梅 18岁 造偶 企业推休 有住房 沈阳人 大家好 我是沈阳人 我叫谢玉梅 爱笑 爱热闹的拍照打人 每次旅游 伙伴们 也都喜欢我 喜欢和我在一起 我好旅游 我好旅游 好拍照 没事的上不然跟她们就说的 什么舞都跳跳 都顿顿顿 就断了身体呗 68岁 身体保持很好 生活做起非常规律 也能烧得一桌的美味家常菜 可是自己一个人久了换菜 也变得简单 每次推开家门 我都会莫名地感到孤独 如果有缘聚在一起 我要让你感受到我生活的积极与热情 爱的选择 我来了 一看女嘉宾整个冲咖啡 你就突然感觉到 会不会生活习惯想有所不同 是不是啊 说说你吃大蒜不 不是 你会喝咖啡不 不喝咖啡 你会在喝咖啡时候吃大蒜不 喝点茶 都问到了 平时喝茶 这个也挺好 还行 都是非常地有品味 而且非常养生的 感觉这位女嘉宾 你性格能挺好 打分吧 能挺随和 你说对了 是吧 打多少分 打分肯定100分 100分 男嘉宾给男嘉宾打完分数 100分 先聊请二位 最后来慢慢聊 来一起吧 你这孩子年纪四十了吗 四十了 八一年生的 在外面 他那孩子差不多 比你还小娘去 不回来了 家里外国人的 不回来了 跟女友在外国去 对 什么国家 在二男的 不回来 就叫我找个伴 其实女嘉宾和男嘉宾的经历 有所相同 男嘉宾是八年前 妻子得病去世了 是吧 女嘉宾 刚刚一年 刚刚一年 可能她的心态 现在波动还比较大 接下来咱先看看 女嘉宾的感情 我最难忘的时候 就是在一年前 这段时间 我不知道是 怎么熬过来的 老伴突然串上了肾病 不久就去世了 我的生活就此改变 我夜人特别很孤独 特别是晚间 无理夜人 连个说话 那块儿都没有 每一分 每一秒 都柔齿煎熬 真的是度日永连 是亲人朋友们劝慰 是时间的医治 让我改变了曾经的痛苦 我一个姑娘在国外 特别担心我 我老伴走了之后 就说想给我找一个 那边给我找一个外国人 我那个不同意 用啥的各方面不适合我 我只有一个女儿 很早就去国外 家里没有操心 琢磨碎的事 现在年纪也越来越大 也希望能有一个人 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彼此照顾 一起旅游 看看更远更美的风景 我想找一个身体主要健康的 小两岁大两岁护养